所以我們其實對美國 尤其對國際政治 不應該有太多的一些幻想 台灣被只點到了一次 而且那一次是因為賀錦麗在罵川普任內 把美國晶片賣給了中國大陸 那川普聽不下去 就反嗆他 有點murmur在嘴巴裡面自己講說 沒有啦 是中國跟台灣買的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你去看美國的主流媒體的報導 除非是逐字稿 好啦 正常的報導 台灣連提都沒提到 如果很重要的話 美國不會在1979年跟中華民國斷交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認清的一個問題 就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那尤其是美國總統大選 它一定是聚焦美國國內議題 因為台灣人沒有投票權 我們到美國去玩 到底有幾個美國人知道台灣是什麼 台灣講國語還是講韓語 還是講日語 你要常講開玩笑的話 台灣跟台灣分不太清楚 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 川普跟賀錦麗 那您怎麼看他們這兩位 在辯論會場上的表現 你個人是怎麼評價的 我覺得這個 辯論結束的時候 大家覺得好像川普沒有以前犀利 那賀錦麗感覺好像比較沈穩 我覺得這是大家的想法 但是你會發現川普 畢竟他當過四年的總統 可是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他講話還是那樣咄咄逼人 而且講了很多的引用資料 主持人打斷他 說你用的這個東西是沒有根據的 比如說他一直在強調 非法移民吃狗吃貓吃寵物 所以可是他還是繼續講 你知道嗎 他繼續講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如果從台灣人的角度 來看這個辯論會 會覺得說川普不太像個總統 賀錦麗可能比較像 所以之前還有台灣媒體去做說 你希望誰當選 就百分之六幾人說支持賀錦麗 可是我覺得我們要從美國人的想法 去看這個選舉 他們談的大部分都是國內的議題 尤其是經濟的議題 移民的議題 通膨的議題 這是美國人關心的議題 那從經濟議題 他會衍生出 比如說跟中國大陸的近核關係 才會稍微帶出一下 台灣晶片的角色 老實說 台灣沒什麼太多的角色 在這個地方 連中國大陸的角色 相對來講都比較受限 所以川普這樣子的一種表現方式 他其實是針對賀錦麗 所以拜登是三年半 美國經濟不好 而且通膨很誇張的狀況下 去戳拜登的痛處 但是老實說 川普也沒有提出很多具體的政策 賀錦麗一開始 還稍微提了一下減稅的方案 讓中小企業 能夠多一些做生意的機會 再來稍微具體一點 可是你會發現說 川普這個方式 他主打的對象是誰 其實他主打的對象不是台灣人 他主打的對象是美國佔七成白人 而且其中有將近六成多 沒有念過大學的這樣的一個族群 這一直是共和黨 以及川普他主要的TA就是受眾 這個算是多少 這個算是很大的部分 我們在台灣常常講說什麼 譬如說非EA 這是數學問題 七成人口是白人 對不對 然後其中有四成不到念過大學 四成念過大學是不是 那等於是 全美大概就三成九左右念過大學 18到24歲 那白人 沒有念大學 我們不曉得白人確切的比例 但是我們董普從這個七成 然後再成上六 那有四成多的選民 對對對 算不算多 很多 而且川普支持川普的受眾 大部分是年紀比較大的 年輕人他大概只有30% 所以你說這個 最近Taylor Swift出來要挺賀錦麗 那上次他就挺拜登了 他授權給他歌曲給拜登 那首歌叫什麼呀 跟年輕人有關係的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不為過 就是說川普他的受眾 其實他就是聚焦在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在美國大眾 所以他講話 你覺得有點激情 有點瘋狂 可是這些人是買單的 所以為什麼你看這ABC 在這個辯論完之後 做的一個民調 現在是47對44吧 這是全國性的民調 川普只落後3個百分點 其實跟之前的差距不會太大 川普落後 不會太大 川普落後4個百分點 因為這3個百分點 可是川普之前 本來就是稍微落後一點點 但是都在這誤差範圍之內了 而且我們知道美國的選舉 他並不是普選 他是選舉人團制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是 賀錦麗出來的時候 激發很多原來民主黨的這些 大本營 譬如說像加州這些地方 紐約 他們就更容易出來表態 因為他本來不願意支持拜登 但他不會去投川普 那等於說這些人一表態出來 賀錦麗的票就上升了 賀錦麗票上升 加州紐約沒有用啊 本來就是民主黨的 所以我們要看這個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Battlefield 就是看這個搖擺州的 搖擺州現在基本上 兩個人都是打拼的狀況 尤其像非法移民 我們在講這個喬治亞州 今年2月份才一個 這個念大學的女學生 被非法移民槍殺 那這個東西現在在破效 所以川普一直在攻這一點 那我覺得民主黨政府比較吃虧就是說 確實非法移民這個部分在美國是很嚴重的 譬如說像去年年底 德州光德州一天邊境 非法入境的這個人數 就會突破到20萬人以上 這是我們在台灣沒辦法想像的到 那這些人竟然他做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當美國其實在9.1之後 整個國勢是下滑 所以他已經沒有太多的國力 去方方面面俱到 所以你看他們兩個昨天在辯論裡面 有一點其實是接近的 就是對外事務他們都很保守 基本上是一致口徑 只是川普比較厲害 他說我只要當選 還沒有就職 我就可以把以哈衝突跟烏俄戰爭擺平 然後他們在於說 到底要不要支持以色列跟烏克蘭的部分 那個主持人也一直在講 到底你們覺得支持烏克蘭 有沒有符合美國利益 這才是重點 不是道德上支持烏克蘭 而是支持烏克蘭有沒有符合美國利益 其實大家都支持 但是怎麼樣去解決這事情 大家其實相對來講比較保守 賀錦麗也沒有什麼解決方案 但是川普就說 反正我當選一定會解決 所以我覺得昨天這個 整體來講 大家聚焦是國內的問題 那對於國際的部分 其實還是以美國的角度 而且是稍微點到為止 那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覺得賀錦麗表現得好像四平八穩 他是副總統 川普好像感覺有點是一個怒疾功心的老人 他也七十八歲的 跟四年前的狀況 其實還是有大的差距 可是我覺得川普 他的受眾是很清楚的 那賀錦麗的受眾 最後一點就是說 大概是希望是中產階級年輕人 那確實這些人是支持民主黨 可是有個很大問題 這些人的投票率 遠遠不及 共和黨的受眾的投票率 所以這些人到底有多少人會投票 不知道 老師您剛剛講這個川普支持者 這個構成的這個樣態 就讓我覺得怎麼好像民進黨的支持者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種比較極端的 然後就是 就是對對對他們的這個政治 會比較熱情死忠的一些支持者的那種樣態 而且那種意識形態真的是比較極端 對川普來講就是極右 傳統的老白男 那那個老師你怎麼看 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 尤其是在民進黨政府的這個執政之下 他一直跟我們民眾講說 這個世界都看到台灣 然後台灣是民主的台灣 然後台灣是AI中心 世界的半導體中心等等 但是在這一次的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好像感覺台灣似乎 並沒有在他們的這個辯論會場上 起到太多重要的角色 那老師你覺得就是台灣的重要性 在美國來講那到底是怎麼樣 老實說我覺得 我們先不要談那麼嚴肅的問題 我們到美國去玩 到底有幾個美國人知道台灣是什麼 台灣講國語還是講韓語還是講日語 台灣跟台灣 你要常講一個開玩笑的話 台灣跟Tai Lain 分不太清楚 所以我覺得台灣最近這幾年 是因為在地緣政治上面的關係 被弄起來了 那以前大概還有一點印象說 台灣人棒球打得不錯 認識王建民 那個時候王建民最紅的時候 可是他也不太確定 王建民到底是不是講中文 所以我是覺得 你看昨天的選舉 台灣被點到了一次 而且那一次是因為賀錦麗在罵川普任內 把美國晶片賣給了中國大陸 那川普聽不下去 就反嗆他 有點murmur在嘴巴裡面自己講說 沒有啦 是中國跟台灣買的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你去看美國的主流媒體的報導 那除非是逐字稿 正常的報導 台灣連提都沒提到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認清的一個問題 就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那尤其是美國總統大選 他一定是聚焦美國國內議題 因為台灣人沒有投票權 那台灣的國家利益 絕對不一定 應該是不一定等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所以我是覺得 呃 我們在這個地方必須要稍微小心一點 就是說我們從總統大選 其實看他是最見識的 所以我們其實對美國 尤其對國際政治 不應該有太多的一些幻想 我們還是要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其實台灣真的不要 覺得自己好像真的那麼重要 因為對美國來講 如果很 我插一句話 欸 您說 我插一句話 如果很重要的話 美國不會在1979年跟中華民國斷交嗎 而且美國其實他永遠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 為主啦 從從越南 然後我們1979年中華民國 然後從阿富汗都一樣 他自己隨時有這個需要 他就直接決定了 而且美國我們常說他是世界警察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他從1994年之後 就沒有再簽訂過任何一個國際協定 1994年之後 1994年之後 所以我們每天講說 我們希望能夠簽訂 我們希望能夠比照辦理 什麼兩公約 我們簽不了 但我們希望能比照辦理 美國是從1994年連簽都不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小節的全靈保 帥氣 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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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茶 紅茶 紅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